最近私募基金管理人葉飛說 他將每個星期曝光一家A股上市公司違規市值管理 總共有18家 這是一場由私募大V爆料牽出的上市公司涉嫌坐莊案 涉及上市高管、私募、公務、眾多股民等 這件事件持續發酵 引起業界和媒體極大的關注 5月9日葉飛發微博說 A股上市公司中原家居以市值管理的名義找到盤方 他作為中間人撮合機構接盤 但事後合作盤方賴帳不付美款 導致他被下家催要幾百萬美款 但他還未收到上家的費用 葉飛要求中原家居必須安撫好他 否則就實名舉報 有金融自媒體報導說 最近不少金融人都忐忌難安 盯著葉飛的微博和直播間 生怕下一個被曝光的就是自己公司同項目 而背後是A股市場市值管理存在已久的行業黑幕 那個心照不宣公開的秘密 對於葉飛的爆料 5月13日 中原家居回應說 沒有用任何形式開展市值管理 而且高管也沒有與葉飛接觸過 中原家居董事長秘書張雲還通過媒體喊說 公司與葉飛沒有任何業務往來 未參與任何市值管理行為 這件事已向浙江證監局上交所備案 5月15日葉飛回應中原家居說 我們都是通過中間人來往 如果我們直接來往 講明足夠信任 還會舉報你嗎? 之前一天 葉飛爆猛料 中原家居打算用100萬收買它 目前這項消息還有待證實 葉飛爆料說 準備用40天時間 爆料18家公司的黑幕 數據資料有幾百G 葉飛的最新微博說 他原本計劃爆料58家上市公司 但因為不想被整個行業拉黑 最終決定只是爆18家